国会冲突事件中角色受质疑 谷歌和脸书现被动 美国宪法专家因国会山演讲被退休 中共报复失败 澳洲对华出口逼近最高纪录 研发制裁 列中共军企关联名单 小米股价暴跌超过10% 由于在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事件中 所扮演的角色 谷歌和脸书本周受到了质疑 陷入被动之势 冲击国会大厦的抗议者 在冲击前及冲击期间 使用的是谷歌旗下的YouTube 脸书及其他平台 对于谷歌母公司Alphabet 是否忽视了危险的程度 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查一 在追问下表示 这个公司一直担心 现实世界受到伤害的可能性 以及煽动暴力 皮查一本周在路透社会议上说 我认为互联网作为一个整体 需要证实可以传播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各方面肯定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他补充说 推特并没有回复置评的请求 而脸书营运长雪莉·桑德伯格 在路透社会议上播出的一则采访中表示 冲击国会事件是在线组织的 但归咎于其他平台 他说道 我们知道这是在线组织的 我们又封禁了匿名者Q的账号 骄傲男孩的账号 关闭了终止盗窃群组 以及谈论上周可能发生暴力的任何组织 我们对规则的实施从来不是完美的 我敢肯定脸书上有这样的事情 但我认为 这些活动大多是在其他平台上组织的 他们不具备我们这样的制止仇恨的能力 没有我们这样的标准 也没有我们这样的透明度 而在1月11日 脸书宣布 正在1月20号 拜登宣誓就职日之前 删除所有包含终止盗窃一词的内容 脸书发言人在推特上对记者说 桑德伯格注意到了这些活动 是在网上组织的 包括在我们的平台上 他率先明确表示 我们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 这个发言人还补充说 许多记者和学者也指出了这一点 我们对匿名者Q 民兵和仇恨团体的打压 意味着 大量活动一转一道规则 和实施工作更少的其他平台上进行组织 受保守派欢迎的另一社交媒体Gab 半开玩笑地呼吁 把脸书和推特从网上商店下架 并提到一些传闻 这些传闻指出 冲击国会事件是在推特上组织的 而6号的抗议活动是在脸书上组织的 1月15号 因冲击国会事件而被指控的人当中 至少有1人的推特账号 仍然保持存活 川普总统的律师 著名宪法专家伊士曼教授 由于在1月6号 拯救美国的国会山集会上发表演讲 在1月13号 他被宣布退休了 近日 有超过170名教师和董事会成员 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要求将他除名 查普曼大学 是在加州城县的一所私立大学 伊士曼从1999年开始 在这个大学任教 他曾经担任法学院院长 伊士曼在1月6号的集会上 与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 鲁迪·朱利安尼并肩发言 声称大选是存在问题的 查普曼大学校长丹尼尔·斯特鲁帕 在一份声明中说 学校和伊斯曼已经达成协议 伊斯曼将立即退休 双方同意不采取任何形式的法律行动 校长斯特鲁帕在一份声明中说 伊斯曼博士的离开 为查普曼大学 面对的这一富有挑战性的时期 画上了句号 并为学校和博士本人在内的双方 都提供了最直接 最确定的前进道路 此前 查普曼大学170多名教职员工 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要求大学的教务委员会 教务长、校长和法学院长 对伊斯曼采取行动 包括剥夺他的荣誉教授职位 取消他的教学资格 校长伊斯鲁帕 拒绝了解雇伊斯曼的要求 称尽管伊斯曼的行为和言论 直接违背了学校的价值观和信誉 但他是校长 而不是最高领袖 必须遵循调查教师行为的 适当程序 伊斯曼在1月13日的 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 他宣布退休 心情复杂 并指出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都是在查普曼大学度过的 在他的领导下 该大学的法学院 在全国拿到了其最高排名 但他说 在要求解雇他的公开信上 签了名的教员 给我制造了如此敌对的环境 以至于我不想再成为 查普曼教员中的一员 他称这封公开信是诽谤 并表示他在局会上的言论是事实 他还表示 声称他参与了一场暴乱 是无耻的行为 他写道 这项指控 实际上是想阻止人们 行使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伊士曼教授 目前正在科罗拉多大学 做访问学者 结束工作之后 他将会全职主持 一间名为 克莱蒙特学院的 保守主义智库 智库的宗旨在于 恢复美国传统理念 尽管中共对澳洲 进行了长达九个月的经济抱负 对澳洲出口到中国的货物 实施各种限制 希望迫使澳洲 在一系列关键政策上让步 但最新数据显示 澳洲对华出口额 录得有史以来的第二高的数据 中共海关总署 1月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澳洲对华出口商品总值 高达1480亿澳元 也就是1148亿美元 这仅比2019年创下的 1540亿澳元的最高纪录 少了60亿澳元 比排在第三名的2018年 高出近10% 同时铁矿石价格高涨 也抵消了中共经济抱负 给澳洲造成了损失 中国钢铁行业购买的铁矿石中 澳洲铁矿石占比高达60%以上 价格约为850亿澳元 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 从去年10月底到今年1月5号 铁矿石价格已经从每吨114美元 涨至167.86美元 此外 液化天然气是第二大澳洲对华出口产品 年度出口额约为160亿澳元 由于亚洲正在经历异常寒冷的冬天 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在争夺天然气的供应 天然气价格已经创下最高纪录 澳洲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 占中国进口量的40%以上 澳洲经济学家劳伦森认为 年度进出口数据揭示出 中共无法或不愿给澳洲经济造成大面积伤害 但特定行业会遭受很大损失 例如 中共给澳洲葡萄酒业 施加高达212%的高额关税后 这一价值13亿澳元的出口行业 只能转去其他市场销售 他表示 如果中共的目的是让这些受影响的特定行业 变成北京的说客 那么证据表明 这一政策一败涂地 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即将届满之际 似乎加紧了抗击中共的步伐 在1月13日致信国会领袖 川普总统告知 针对中共军企已颁布总统行政令 这个行政令在其离任后一直有效 1月13日 国土安全部公布应对中共威胁的战略行动计划 这涉及移民签证 跨国犯罪 经济贸易 人权等方面 川普总统签署经修改后的行政令 禁止美国人投资与中共军方有关的公司 这个行政令规定 到2021年11月11日 美国投资者必须完全剥离 与国防部指定为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证券 制裁扩大到相关企业的子公司 及其证券产品 也是有意在掐断华尔街 对其长期输血 进一步断绝中共窃取美国科技的管道 川普还致信通告参众两院领袖 表明其打击中共的决心 在行政令颁发的第二天 国防部14日宣布将小米、中国商用飞机等9家企业 列入涉嫌与中共军方有联系的黑名单 而国务卿蓬佩奥14日也对部分中共军官和国企高管等 寄出签证制裁 其他7家中企包括中威半导体设备、罗筐技术公司、北京中关村发展投资中心、中易宇通科技股份、高云半导体、大新华航空、中国航空集团 根据美国相关投资禁令 美国投资者要在今年11月11日之前出售其所持有的这9家公司股份 美国将小米集团列入与中共军方有关联的名单中 尽管小米发声明否认 但其在港股和美股的股价均一度暴跌 1月15日港股开盘 小米股价大跌11% 市值蒸发近800亿港元 小米在美股也出现暴跌 在OTC市场大跌9.35% ADR一度跌超14% 小米手机早在2014年就被爆存在安全问题 经过测试后发现 小米集团旗下品牌红米机开机时 就会把所有作业系统安装的程序传送到小米主机 公开资料显示 小米创办人、董事长雷军 目前同时担任中共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职务 雷军在担任小米董事长的同时 兼任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山软件被指有国安关系 曾参与江绵恒的精顿工程 配合中共设立网络审查 过滤敏感讯息 感谢您观看新网之声TV 我是远山 节目由萧川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